有没有其他人有什么问题 没有啊 OK好 那我们就来看圣经工程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圣经工程 一个圣经工程昨天 OK 昨天我们讲到说 这个 we have this tension 这个状况 目前故事进行的 就是他有一种紧张的状态 是吧 上帝本身 他是充满了怜悯 mercy的 他是个善的代表 他是美善 他是充满怜悯的 但是很为难 上帝也必须去对付啊 去处理这些邪恶的人 这没办法 上帝也去处理这些人 but also he must deal with evil if he claims to be good 上帝 自认为上帝本身 自称他是美善的 他是有怜悯的 可是他也必须去对付这些邪恶的 那是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这中间就会产生一种紧张的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用tention这个字的意思 紧张关系 above all 在所有的一切之上呢 任何事情 在所有的事情上面 上帝的品德就是faithful 他是非常现实的 to his promises 对于他所有的应许 他承诺的 他对他的子民承诺的事情 他的应许呢 他都是非常现实的 一定做到的 even though 虽然怎么样 it means he knows he is committing himself 虽然这个事情呢 他的这个应许意味着 意味着 it means he knows 上帝知道 he is committing himself 他怎么样 他承诺他自己 对这些子民 to a people people是附数 虽然是用a people 他对他把他自己承诺 给他的子民 而这些子民是 who are utterly faithless 注意了 上帝是faithful 而他的子民是 utterly faithless 什么叫 utterly faithless 显然不是信实 对不对 这是什么意思 完全没有 完全失去信实 完全怎么样 没有信心 没有信实 不信实 ok 这些人是不信实的 你后面加了 这个less 就是不 不的意思 这些人啊 可以是完全彻底 没有信实 就不信实的 上帝很信实 right God is faithful 对于他所有承诺 出去的事情 应许的事情 他都非常的 可是问题 他也知道 他对他的子民啊 这一群人 这群的对象 他们是什么样的品格啊 这些人是 几乎完全 ok 完全不信实的 说了不算的是吧 上帝才在那个 西奈山上 还跟摩西在那儿 谈的时候 底下已经准备 要造金流堵了 是吧 完全不信实 没有契约的精神 and so after renewing the covenant renewing 我们讲啊 上帝后来跟他们 更新了 更新了这个契约 是吧 这个盟约 with Israel 他跟以色列人 更新了这个盟约 God commissions Moses to go ahead commission 什么意思 这里是个动词 commission 为派 为派了 为派 上帝就派了 派遣了摩西 to go ahead go ahead 是继续 继续的意思 and build a tabernacle tabernacle 是什么 大家记得吧 会幕 就是那个会幕 所以呢 上帝就派摩西 好 可以 你继续做吧 继续去 就是把这个 我们前面讲的上帝 跟他开会 讲了半天给他指示 你这个要这样建 你那个要这样建 会幕要怎么建起来 ok 好 and once again 又再一次的 once again 再一次 we get five long chapters 前面是七章嘛 他前面是seven chapter 接下来是五章 长的章节 five long chapters 这五章呢 是里面是什么样 describing in detail 他描述的非常仔细 in detail 就是非常仔细的意思 非常仔细有关什么呢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bernacle construction是他的什么 建筑是不是 他整个盖起来的结构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tabernacle 有关于盖会幕的时候 他的结构 是怎么样给他盖起来的 接下来的五章里面 长长的五章里面 描述的非常仔细 告诉你怎么样 这都是上帝指示的 要怎么盖这个会幕 and it all comes together in the final chapter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汇总 在最后一章 final chapter where the tabernacle is finished 好了 会幕建完成了 is finished 然后这个时候呢 does glorious divine presence 什么叫做 glorious divine presence 这些字都好像我们常常看到 什么意思 上帝是荣耀神圣的同在 上帝是非常荣耀的 荣耀的 而且神圣的 是吧 神圣的 这个字没有问题 glorious divine光荣 又神圣的同在 presence 上帝懂 因为我们同在 与这个以色列人同在 又光荣又神圣 comes 他的神圣的同在 就临到了 就来了 and hovers over 这个动词很重要 我们叫hovers over hovers是什么 说这个神的灵 在帐篷上 团旋 ok hovers是一种 在空中运行的 这种感受 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 说神的灵 运行在大地上 就是你的感觉 你吃点 做完 一会儿都抱脚 对 我们人的感觉 就好像 好像一个 飞行物体 从空中 飞过 或者从空中 巡视过 这个叫 hovers over ok 所以呢 他就 上帝的灵 就就来了 他这个神圣的灵 就来了 然后呢 hovers over 是他停留在 他巡视 整个在空中 他就停在这个 the tin ok 停留在这个帐篷里 那个上面 ok 停在上面 就在 这个感觉 就像他在这个帐篷的上空 在那里盘旋一样 叫hovers over in our hope or high 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期望 就非常高了 是不是 感谢神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他的神圣的灵 上帝的同在就来了 他又在这个帐篷的上空 在那里盘旋 太棒了 ok and so Moses 所以摩西呢 he goes right up to enter into the tin 所以他马上就上去 进入这个帐篷 他要马上上去 这个帐篷 and he can't 他进不去 他没办法进去 为什么呢 Moses 犯错了 he actually he事实上 can't go in 他进不去 那个帐篷 and that's the book 这就是 这一卷书 就结束了 ok 所以我们就知道 在这个地方书卷 就在这个地方就结束 戛然而止 that's how the book ends ok it's really surprising 这真是让人很怎么样 很惊吓 是不是 surprising ok 这事情怎么会 会这样子发生呢 it's really surprising but not really 事实上也不是 ok if you think about it 也没那么惊讶了 如果你仔细想想 想想这件事情 事实上你也不会太惊讶 ok 这件事情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理出一个原因来的 ok 好 you can see now 你现在可以看到 how much israel's sing 以色列人的罪 how much 有这么多 如此之多 has damaged the relationship with god 什么叫 damage dammage 伤害了 伤害了 这个关系 破坏了 伤害了 已经 以色列人的罪 是如此之多 已经伤害了 他们与上帝的关系 那就是 the relationship with god 对不对 他们的罪 就伤害了 与神的关系 所以我们一直讲 罪会 隔绝 我们与神的关系 我们就不能靠近神 不能亲近神 是这个原因 in more ways 他们以色列人的罪 如此之多 伤害了 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在in more ways 在很多的方面 很多的方面 已经超过 more than we realized 超过我们所能理解 有些罪犯了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其实这个破坏的力度 是很大的 在很多的方面 很多的方式上 都破坏了与神的关系 而我们不自知 实际上我们都不了解 不知道 so the book opened ok 所以这卷书 起始的时候 记得吗 你要remember啊 你要记得 这卷书开始的时候呢 with pharaoh's evil threatening israel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这卷书开始 出埃及记的时候 是法老作恶 对不对 法老的恶 他是威胁 threatening threaten 是动词 叫ing 动名词 他是威胁 以色列人 threatening israel and threatening 他还威胁 God's covenant promise 他也威胁了上帝 他这个盟约的应许 是吧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 最罪恶很大 最大恶极的这个人物 就是法老 但是这卷书 那是刚开始的时候 书卷 出埃及记 这样子的 but now 但是现在呢 as the book ends 这卷书要结束的时候呢 现在没有法老了 现在没有法老 israel has become its own worst enemy 这句话你能理解 所以以色列人 现在书卷要结束了 出埃及记要结束的部分的时候 现在没有法老了 法老已经是过去式了 而以色列人就变成 他们自己最坏的敌人 okay become its own worst enemy 所以这卷书一开始 最邪恶的就是法老 是吧 法老威胁以色列人 威胁上帝的这个盟约的应许 是吧 真的是很大的挑战 上帝好不容易 把这以色列人都带出来了 带进了这个 这个旷野 要往迦南地的方向去 但是这卷书结束的时候 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呢 以色列人就变成 他们自己犯了很大的罪 破坏了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他们就是他们自己 最恶劣的敌人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ok 好 如果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 就随时我们停下来 ok 好 我们现在看 从这里开始 从我们再回头 and above all 在所有一切事情上 God is faithful to his promises even though 上帝呢 在所有事情上 他都是信实的 尤其是对于他的应许 非常信实 虽然这件事情上帝这样信实 这也就意味着 it means 上帝是知道的 he know he's committing himself to a people 他基本上是 把他自己 对他的子民 把他自己 许诺给他的子民 而这一群人 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啥样的人呢 who are utterly faithless 他跟上帝不一样啊 这些子民都是 完全不信实的 上帝自己内心知道 他知道他这样做 ok 他自己是信实的 他对于他所有的应许 都很信实 但是他这样做 就意味着 他把他自己 许诺给 他的这些子民 全部都是 完全不信实的人 and so after renewing the covenant 在他 他们更新这个盟约 他跟以色列人 更新盟约以后呢 上帝就 拆派 commissions 正式的派 派遣 他就派摩西 to go ahead go ahead 是继续这个事情 and build the tabernacle 然后来建造 会幕 继续这个事情 很重要 那么这个时候呢 once again we get five long chapters 接下来我们有 五个很长的篇章 这五个很长的篇章呢 都描述 很仔细的描述 describing in detail 仔细的描述了 整个 会幕的 他的这个结构 construction of the tabernacle 指的是会幕的结构 这五章都告诉你了 it all comes together in the final chapter 所有的总和 就在最后的一章上面 where the tabernacle is finished 最后一章上 就是告诉你 这个会幕 就建完了 结束了 那这个时候 建完了以后 God's glorious Divine presence 上帝这个光荣 又神圣的同在 上帝的同在 就领到了 就来了 comes and hovers over 就是在弹旋 弹旋在这个帐幕的上面 hovers over the tent and our hopes are high 那我们的期望 当然很高 我们想说 哇 现在就是一个 很美好的结局 是吧 上帝的灵都 已经在这个帐幕上面 在会幕啊 这个帐篷上 弹旋了 但是 and so Moses ok 摩西也是这样想的 哇 太好了 上帝的灵 要临到我们 跟我们同在了 he goes right up to enter into the tent 他马上起来 要赶快进入这个帐幕 进入这个帐篷 可是呢 可是他进不去 he can't he actually can't go in 事实上 摩西是没办法进去的 那这就是 这一卷书 就这样 就结束了 that's how the book ends 所以我们的出埃及记 就这样就结束 就是讲到 摩西进不去这个帐篷 这件事情 好像 it's really surprising 真的是 让我们很惊讶 是吧 怎么摩西现在要进帐篷 我们就进不去了 上帝的灵都已经在帐篷上 盘旋了 怎么进不去呢 not really if you think about it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 想想这事情的话 这件事情也不是真的 让你那么惊讶 你应该了解原因 为什么 you can see now 我们可以看到 how much Israel sin 可以看到 以色列的罪 以色列人的罪 是如此之多 how much has damaged 他们的罪已经破坏了 ok damaged the relationship with God 已经破坏了与上帝的关系 in more ways 在很多的方面 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 in more ways than we realized ok 他们的犯罪 破坏了上帝 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这个整个已经超过 我们所能理解了 so ok 现在下面就给你两个句子 来总结一下 出埃及记 其实 一开始的时候 so the book open 一开始的时候 你要记得 remember with Pharaoh's evil threatening Israel 一开始呢 是讲法老 他是怎么样 威胁以色列人 他的邪恶 威胁以色列人 不让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 是吧 他也威胁了 and threatening God's covenant promise 上帝的盟约的 这种应许 所以他威胁以色列人 他也威胁上帝 盟约的这种应许 那现在这卷书 要结束了 这身书 结束最末尾的时候呢 now as the book ends 但是结束的时候 是没有这个法老的 那反而倒是 Israel has become its own worst enemy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就变成 他们自己最恶劣的敌人 他们最大的敌人 就是他们自己 最恶劣的 好 到这里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五分二十四秒这里 到五分二十九 一个是Tabernacle 一个是Tent Tabernacle Tabernacle 这两个史都是一个地方 Tabernacle Tabernacle应该指的就是专指会墓 就是他的主帐墓 如果我们要讲得比较清楚 就是主帐墓 就是上帝的灵会进去的那个地方 那里是放约会的 那个是祭司在的地方 然后整个仪式 或者是他们什么金灯台啊 什么这些东西 最重要的东西 他们在 或者这些都是放在Tabernacle那个地方 主要的会墓 但是他外面还有其他的账目 那就是Tent 好 应该是这样子的 云彩 遮盖的那个Tent 应该是会墓 我看了那个 Tabernacle是账目 账目更大一些 反过来是吗 对 Tabernacle是账目 夜花的荣光充满账目 你看出外界记啊 最后的三十四节 然后呢 The cloud covered the tent of a meeting 就是当时云彩遮盖会墓 他这样说的 Tent是会墓 荣光充满的是账目 但是刚我们上面看的 Tabernacle不是分成两个部分吗 那好像应该是会墓啊 对吧 对 没错 保不清 但是刚才老师解释 我觉得是对的 就刚才姊妹你说的三十四节那个 他不是说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账目 用的是这个Tabernacle吗 对啊 还是说Tabernacle是神的荣光在的地方 Tent可能应该比这个Tabernacle就是更大吧 对吧 因为云彩这个是整个一片嘛 就感觉 荣光那就神在的地 所以Tabernacle是神在的地 它只不是翻译成了账目 Tent翻译成了账目 可能就是汉语翻译的事 但是郑老师说的那个意思是对的 就是Tabernacle是中心最重要 神在的那个地方 对 是是 祭司在的那个地方 耶 OK 好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嗯 老师 前边那个屏幕 我想 接屏一下 就你白把他那些 从哪里 不是 不是这个 是前边你打字来的那些 哦 好 等一下 没关系 那个待会可以让你截屏 那个还在 我现在知道怎么保存那个 刚学会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那个五分零六 那个有一个单词 Committing Commit Committing Committing 那个Commit 是不是犯罪的动词啊 OK 那个是 Commit a Crime的时候 Commit a Crime的时候 是犯罪的犯 没有错 可是这个地方 Committing是 Committing Himself 是指他把自己 承诺吧 在这承诺 做了一个许诺 比如说你结婚的时候 你要承 把你自己承诺给这个婚姻 OK 你要完全 你就是要把你自己完全 献给这个家庭 这个婚姻 这样的意思 OK Commit to the 比如说 Commit to the 这个什么 Marriage Right 承诺 你要承诺 完全把自己交给这个婚姻 OK 那个什么 不离不弃了 人家那个什么什么 有病 你要照顾啊 什么 这就是 Commit to a Marriage OK 现在这个地方 Commit to的话呢 指的是什么 把他自己给承诺 许语诺给他的子民 把他自己整个许诺给他的子民了 OK 神把他自己整个承诺给他的子民了 好 Commit to a People Commit to 跟Commit 直接接受不太一样 所以Commit a Crime的时候呢 那是指你犯了一个罪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犯罪也是很投入的 是吧 如果他犯了一个罪 他肯定把他自己许诺给这个罪性了 OK 对 其实是一个意思 差不多的意思 对 好 那我们把它来读一读好了 OK 我们从这个地方 Annabelle 开始 谁来给我们读一读 OK Linda来 Linda帮我们读一读好不好 Linda给我们读 Annabelle And above 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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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od is faithful to his promises, even though it means, you know, he is committing himself to a people who are actually faithless. Faithless, right, good, very good. 所以上帝知道的,这些人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不信实的,这些人都是不可以的。 好,再来我们看 Janet,好不好? Janet,麻烦一下。 Okay. Okay, thanks, teacher. And so, yeah. And so, after renewing the covenant with Israel, God commissions Moses to go ahead and build the tabern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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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来, Lisa来, Lisa. And once again. And once again, we get five long chapters describing in detail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abernacle. Very good. Thank you. 好,再来是 Mary Magdalene, right? 好. And it all comes together in the final chapter where the tabernacle is finished.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好,再来,我们再来看,这个是Kristina来,Kristina. Kristina. Divine,第二个字,第二个字,Divine. Divine. 神圣的, right. 光荣的,神圣的这种同在。 上帝是Glorious Divine Presence, okay? 好, thank you. 好, thank you. 再来,我们开始。 尼尾米来,尼尾米。 What is it called? And so, Moses. Moses. 听得到吗? 没有名? And we're going to make her mind. And so, Moses. And so, Moses, he goes right up to enter into the tent. And he can't, he actually can't go in. And that's how the book ends. 好,停在这里. Okay,停在这里. 好,下面我们再看是Jessica,来,Jessica. It's really surprising, right? 谢谢,Juan. It's really surprising. But not really if you're thinking, think about it. 好,停在这里. 再来我们看是这个。 Eunice,来, Eunice. You can see, you can see, you can see, you know how much is realized, sin has demanded, dam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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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lationship with God in more ways than the way we realize.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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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ionship and realized. Relationship, realized. Realized. Realized就是明的,清楚。 好,谢谢。 再来是Joyce,来,Joyce. So the book, so the book, opened, remember, with Pharaoh's evil, threatening Israel and threatening God's covenant promise. Right,这个是,注意哈,威胁。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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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st enemy,最坏的敌人 他已经变成他自己最坏的敌人了 我想问一下这是Tabernacle还是Tabernacle Tabernacle Tabernacle,没话言后的 Tabern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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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教会都用Tabernacle这个做他们教会的名字 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意思是很好的 就是好像他们这个教会 圣灵一定都在他们的这个教会上面一样 就像当年在那个会幕里面圣幕里面一样的道理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是 OK 018的Esther Esther来我们回到前面 All above all Thank you And above all God is faithful to his promise Even though Even though it means He knows his Committing Himself To a people Who are Uterly Faithless Faithless Uterly Faithless 这个一看就知道 Uterly Faithless 完全 OK 这是加重语气 Wanchen Uterly Faithless Uterly They are not faithful 他们不是指 Not faithful 他们是根本就不信实 一点都没有 Faithless Faithless OK Thank you Thank you Zai来我们看这个是 E88的Lidia 来 And so Thank you And so After renewing The covenant with Israel Got a Got a Com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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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es to go ahead And build the Tabern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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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Tabernacle Very good Thank you 上帝就给他 开绿灯了 Go ahead 你继续吧 赶快把这个给我建起来 OK 把这个会幕给我建起来 Very good 好 Zai来是这个 Molly Molly来 Molly And once again And once again We get Faithless Faithlong chapters Describing In Detail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bernacle Very good Construction of the Tabernacle 就是Tabernacle的 结构 结构 你这边用三根 木头 那边用五根 木头 上面用什么东西 搭起来 这就是它的结构 OK 好 Zai来我们看 最后一个 Kani Kani来 谢谢Kani 谢谢 And it all It all comes together In the Final Chapter Where the Tabernacle It's Fin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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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s Glorious Divide Presence Presence Come and Cover Over the Tabernacle And our Hope Hopernacle 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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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Hat H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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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te 好停在这里 好谢谢 好所以这个地方 Hover's over不要忘记 就是好像老鹰 或者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 飞机在那里 盘旋在那个上空 这样子哗过去 或者是在创世纪的时候 说上帝的灵运行 他用一个运行 但是这个运行他肯定是 高空的这样过去 运行在全地 叫Hover's over 所以这个Hover's这个字 很多时候都是讲上帝的灵 上帝的灵到这些老百姓的时候 是这样的情况 OK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个十一五分十一 那个commission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个动词 你看出来很像 他可以做名词 他可以做名词 他本来就是个名词吧 这是动词吗 他可以做名词 他可以做动词 在这里 哦知道了 动词 在这里是动词 所以后面有个兔嘛 兔沟 对 没错 上帝 上帝 commissions 对吧 任务 对 可以比如说一个权能 比如他有某一种职权 OK 或者是别人交办他做的事情 上帝交办他五件事情 那就是commission 名词的时候 然后commission也可以做佣金 你们很多人叫提成 你卖这辆车子 卖了以后 你有百分之十 是你的佣金 是你的提成 那个名词commission OK commission 所以commission的名词用法很多的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就这句 下面这个 Moses to go ahead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go ahead go ahead go ahead是continue的意思 继续 继续 就是给他开绿灯 你现在可以做这个事情了 让他去建这个tabernacle 去把这个 起来 好 thank you go ahead 比如说 向老板交代 go ahead 你就继续吧 或者是有的时候 我们在跟老师翻译的时候 please go ahead 请你继续 对不对 老师可能读一读 读到一般 太长了 或者句子 就停住了 你说 老师 请继续 please go ahead 请继续 中间有一个人打断了 或者是一个什么事情了 老师请你继续讲 请你继续什么 就go ahead go ahead 好 对 本来神是要消灭他们的 消灭了就不需要建了呀 后来不就 全抹掉了 重新再来 让步了 所以告模式继续干 对 因为上帝本来是很生气嘛 真的让人很生气啊 是不是 不用神了 人都会很生气 是不是 我们还在上面开会 你们已经在山下 已经准备要建金牛犊 要拜金牛犊了 要搞偶像了 是不是 这个拜其他的神 拜邪神 或者是拜偶像 这是让神最生气的 最大的 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 你们看 你整个圣经你看下来 当然你不要翻那个什么 十戒那些很 很重要 这个是很大的 但是其实 让神最不开心 最不高兴的事情 就是拜偶像 对 这是最不可赦的事情 这有一句话 有点不是很理解 就是5.06秒那个 这个句子很长 首先 上帝的品格 God is faithful 这个没有问题 他对什么人Facebook 他是对什么事情呢 To his promise 他凡是上帝 只要应许出去的事情 他都是很信实的 信实的意思就是说 他一定说到做到 四马难追 对吧 好 纵然 Even though 虽然呢 这就意味着 上帝这么信实 但是这意味着什么 上帝信实 但是上帝心里面明白 He knows 他知道的 He is committing himself to Commit to 他把他自己 就承诺给他的子民 A people 给这一群以色列人 而这一群以色列人 都是什么德性啊 Who are utterly faithless 这些以色列人 都是完全不信实的 他自己很信实 他对于上帝 对于所有 说出去的承诺 这些应许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他承诺的同时 其实上帝 自己本身 他也很清楚 他给这一群人的 这个承诺 基本上这一群人都啥素质啊 都是 utterly faithful 是完全这个不信实的 上帝是理解的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的 好的 就是上帝真的是 好像是说什么都能做到 但是人就是不可靠的 没办法 所以不要相信什么 海事山盟啊 什么地牢天荒 那都是 人的嘴巴最会讲了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我们就要来看 老师 那个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就是结构 就是一个结构 建造 建造 建造结构 都叫construction yeah construction 那个装修的 整个房子的大梁 这个结构是什么 就是construction yeah 老师 那个frame 就是小一点的 那个防狂 frame frame Fr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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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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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me是一个框 比如说一个门 门框 OK 当时在埃及的时候 上帝的 OK 临天时 那因为就 凉雪 闪门框 抹在门框上 那个是 moreframe 对不对 那如果是相框 放相片的 picture frame picture frame OK 我这个地方 做一个框架 这是frame 做一个边 这个叫frame construction 指的是整个的大的结构 整个建造 整个大组织 大梁 大结构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啦 谢谢老师 好 OK 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看一下这个 继续看下去 我们这样好像也挺快的 感觉上大家也是挺快的 好像一下子又讲完了 这样子 大家会觉得太快吗 应该还好吧 还好 不能再慢 再慢就 800年都讲不完了 OK 就正了好像 原来低 觉得有点 这么高的 不过大家也越来越熟练 跟你们的英文程度也有关系 因为就是这些常用的字 OK 好 我们先来看 我们看两遍 but also he must deal with evil if he claims to be good and above all God is faithful to his promises even though it means he knows he's committing himself to a people who are utterly faithless and so after renewing the covenant with Israel God commissions Moses to go ahead and build the tabernacle and once again we get five long chapters describing in detail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bernacle and it all comes together in the final chapter where the tabernacle's finished, God's glorious divine presence comes and hovers over the tent and our hopes are high, and so Moses, he goes right up to enter into the tent, and he can't. He actually can't go in, and that's how the book ends. It's really surprising, but not really if you think about it. You can see now how much Israel's sin has damaged the relationship with God in more ways than we realized. So the book opened, remember, with Pharaoh's evil, threatening Israel and threatening God's covenant promise. But now, as the book ends, Israel has become its own worst enemy. It's their sin that's threatening the... We'll see it again, again, again. But also, he must deal with evil if he claims to be good. And above all, God is faithful to his promises, even though it means he knows He's committing himself to a people who are utterly faithless. And so after renewing the covenant with Israel, God commissions Moses to go ahead and build the tabernacle. And once again, we get five long chapters describing in detail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bernacle. And it all comes together in the final chapter, where the tabernacle's finished. God's glorious divine presence comes and hovers over the tent, and our hopes are high. And so Moses, he goes right up to enter into the tent, and he can't. He actually can't go in, and that's how the book ends. It's really surprising, but not really if you think about it. You can see now how much Israel's sin has damaged the relationship with God in more ways than we realized. So the book opened, remember, with Pharaoh's evil, threatening Israel and threatening God's covenant promise. But now as the book ends, Israel has become its own worst enemy. It's their sin. 好,所以以色列人是他们自己最恶劣的敌人. OK,所以这卷书开始的时候讲的是法老,法老怎么怎么不对,多么邪恶啊. 他威胁以色列人,威胁上帝的应许,是吧? OK,不让以色列人离开. 但是呢,最后的时候,在书结尾的时候,出埃及记结尾的时候呢, 是以色列人成为他们自己最大的敌人,那是因为他们的罪。 所以这个罪性很可怕的。 好,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啦,谢谢老师。 没有问题哈。 刚刚前面,苗米是不是你? 截屏呢,对。 有个问题。 就那个截屏,老师我不是要吗? 哦,对对对,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那个截屏在哪儿。 哎,你是讲的? 哪里? 截屏完了,说了,你发给我,我也看不见。 我那白板不行,谢谢啊。 我讲的,阿德年,你不客气。 好的。 OK,好。 这个截屏,我看哈,在这里。 在这里。 OK,好。 这个截屏,你是哪一段? 前面是这个吗?还是在哪里? 这个地方吗? 上来了,上来了。 上来了啊。 上来了啊。 上面还有吗? 还有? 那是那天的那个 我多接一点嘛。 我写的不够完整这样。 这样是全部,如果你可以看了就好了话。 那上面,我看到secret这边了。 secret这边,对,然后再上来是eglesiastis。 那上面我没看见老师,我自己就往上滑了。 哦,你这看不见,那这样。 我能往上滑。 哦,好,那你拉吧。 这个字很重要啊,我们这个传道书, eglesi,我今天听了几个人读,那个z都没有出来, eglesi,然后你们就跳到estis了,OK? 为什么有人看不见? 是不是因为... 我也读不好,老师,老师,你再读两遍, 这个词我一直读不好。 eglesi,OK? 你看一下我这个前面这个... eglesi. 这里好,你看这个字放大,eglesiastis. eglesiastis. eglesiastis. estis. estis. right,eglesiastis. eglesiastis. very good,very good,很好,没有问题。 老师,我有读读啊,eglesiastis. very good,快一点,再快一点,eglesiastis. eglesiastis. eglesiastis. 通常... 通常重音所在的那个音节,你可以念慢一点, 这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就是比如说astis这个部分,你念慢一点, 这大家可以接受的, 前面可以快一点, 因为你念太慢,就会等于把这个字断开来了。 对,回来自个儿悄悄的,先游慢极快就OK了, 我也是练了几遍才熟悉的, 现在就很轻易的就... eglesiastis就读出来了。 very good. eglesiastis. 对,你就是不要忘记中间这个部分有一个leglesiastis. eglesiastis. 大多数的人现在都不会错得很离谱, 因为我们念了很多遍, 但是这个z,大家一紧张, 读出来。 eglesiastis. 对,私下主动跟他那个什么称为老朋友就OK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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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就是你,哎呀,就像追求美女一样嘛,对不对,谈恋爱,每天想着他,每天要跟他见面,每天都要读一下eglesiastis, 哎呀,几天以后就都是你的了,就收了,对,顺口就出来,对,这个知识哈,这个学习有一个优点就是说,你学了以后这个东西都是你的,你可以带着走的,没有人可以从你脑袋里挖走的,没人偷的走的,但是财富呢,你放500万,放300万,放银行有时候都会倒账的,是吧,都不可靠的,知识是没办法的, 在你脑袋里的东西偷都偷不走的,抢都抢不走的,对。 还有一个小秘诀,就凡是在读经文的时候,一定是很开心的那个感觉,你就记得很快。 对。 I'm lazy. I'm lazy. I'm lazy astis. I'm lazy astis. Astis,不要忘记后面是Astis,那就肯定就已经对了三分之二以上了,Astis. As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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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lazy astis. I'm lazy astis. Right. 好嘞,谢谢金老师,辛苦了。 我有一个问题问大家,有一个问题。